在今天白天 東北季風增強了 溫度的形態來說 跟昨天相較之下 已經明顯的下滑了 但是要提醒大家 特別注意的就是 晚上的東北風會更強 今天深夜以後 到明天清晨 中部以北的低溫 可就下探到14度了 我們來看一下 這未來一個禮拜的天氣狀況 把未來一個禮拜 分成四個階段來告訴大家 在明天仍然東北風影響 但是明天進來的是 乾燥的東北風 所以全台灣天氣轉晴 夜晚的低溫下探14度 可是到了禮拜六 禮拜天 週休假期又是這椰蛋假期 你出去遊玩 氣溫的部分要回升了 但是日夜溫差很明顯 到了下個禮拜一的時候 另外一道封面 又要再度接近了 時間點在週一的晚上 開始接近 從週二開始一直到週四 都會有些短暫爭雨 氣溫的部分又再度下滑了 但要提醒您 今晚到明天 穿著方面注意保暖 我們就來看一下衛星雲圖 衛星雲圖上可以看到 北方封面雲帶已經逐漸的通過了 東北季風現在開始逐漸的增強 但我們注意 在雲圖的東南方 這雲圖以外 也就在這雲圖的最角落 這裡關島的西南方 今年的26號颱風已經形成了 但26號颱風走的方向 是偏西的方向在移動 所以對我們台灣來說 其實沒有影響 但有些朋友就想說 這冬天有颱風出現 其實冬天在這低緯度 都會有颱風深層 只是深層的數量來說 並不會太多 但影響的地區最主要 都是在菲律賓的中部跟南部 所以要提醒您 如果在週日到週一 要前往菲律賓的朋友 就要特別的注意了 那我們台灣上空 颱風不會影響 因為最主要是 北方的高壓帶進來的東北風 明天晚上就要減弱了 但是接著到了下週一晚上 另外一股冷高壓再度南下 但下週三到週四 帶進來的東北季風 這北部的低溫 又會掉到了14到15度 來看一下今晚到明天了 乾燥的空氣進來了 中部以北晚上只有14到15度 明天白天有陽光 但是溫度還是比今天更涼一些 要提醒您別被太陽給騙囉 但南部地區的高溫部分 可以在26 也比今天還要再下滑 但晚上的溫度 南部也低到20度以下了 外島地區的低溫部分 在馬祖金門夜晚 只有在13到15度 小丁寧提醒你兩件事情 第一個 天氣冷 穿著方面要注意到保暖 還有沿海的陣風 是比較偏強的 海邊城鎮的朋友 騎車要小心